大家都知道马总统有脸书 那么台湾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你在上面想讨论什么议题都可以 不过在昨天有这么一位自称是大陆交换学生的网友 他说他要用大陆的原子弹炸掉台湾的核电厂 此话一出立刻引发了网友踏发 有人人肉搜索找到了他 他自称是云林科技大学交换学生 但是云科大清查之后确定没有这位学生 而毕竟是在总统的脸书上留言 他的激烈言论立刻引发了国安单位的注意 登入总统脸书电价分三次涨 网友骂声连连几乎一面倒没人支持 但在九千笔留言当中却有几笔简体字的留言 让网友看了非常刺目 呛声是从大陆有了原子弹以后 台湾就是内政问题 还说只要炸台湾核电站 美国日本就不敢登入台湾了 核武之门有就打开了 接着扬言只要台湾敢读就敢打 他嚣张的言论马上引起网友反弹 人肉搜索找到这位陈建忠 脸书上自称是云林科技大学交换学生 曾就读南昌理工学院 被怀疑是大陆学生 他说他是南昌大学的 我们学校从来没有跟南昌大学有交流 他也不是我们的姐妹校 所以我们不晓得这个人是谁 同时我们在经这个学期的交换学生里面 这个名单里面也没有这个人 校方否认这名网友跟云林科大有关 但核武攻台的言论实在很难不引起注意 负责经营总统脸书的国民党赶紧缓夹 脸书本身本来就有一个检举的机制 我们还是呼吁所有的网友在上面的留言 希望大家理性 那如果有任何比较不适宜的一个 这样的情况发生的话 我们也会依循这个脸书的检举机制来进行 网络上的言论千奇百怪或许不必太认真 但在总统脸书上留言 呛声大陆核弹炸台湾还是有一定的敏感性 至少也会引起国安单位注意 中天新闻综合报导